各位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 朱仔 昨晚我睡不着搞个手机 看YouTube的数据分析 原来我的频道是没有女性订阅者 可能介绍得太多男子标了 今天特意找了一只 停产限量版 How Kitty Cross Over Baby G 看能不能吸引女性订阅者 看我们的频道 先看看钓牌 钓牌是How Kitty 25周年 寫着Baby G25周年 How Kitty45周年的钓牌 先来个标面 标面是很有心思 这次设计的 但这个已经是停产限量版 在2019年已经 开放了3月份 2019年的客户 已经停产了 这就是为了纪念 两个品牌诞生 的周年限定版 一个就是How Kitty 25周年 这个品牌创立成立 有How Kitty logo 另外就是 BBCBGA150 的轨型 交参了45周年 为庆祝这两个 周年限定版 就出了一只Cross Over的手标 先来看看标桌 标桌 标桌都写着Baby G 有How Kitty 的笔记 高叉 挺漂亮的 有個座位 我先脫開給大家看看 看看鏢子如何注入了 在手錶裡面注入了Hello Kitty元素 先來看看外形 回到正面 整隻鏢子 我最喜歡的位置就是 燈 是一個橙色的燈 穿了燈之後 配這個粉紅色面 是不是 另外它是一個粉紅色的 錶面 配了一些金色的圖案 首先底圖案是一些 零形金色的格子 另外上面有幾個花袋 都是金色的 金屬色的 金色的邊框 然後 9點位置就融入了 How Kitty的標誌 有一個How Kitty頭 但是這個How Kitty頭很特別 它的耳朵不是一個 蝴蝶結 而是一朵花 上面寫了B字 而在5點位置 也有朵花裡面 也是B字 不是花籃 這是一個B字 就是For Baby G的 B字 這個很特別 另外 分針 末端 也有一個How Kitty的招牌 蝴蝶結 大家有沒有看到 Casio下面那個字 也有寫着How Kitty 除了這裡 還有How Kitty 我等一下告訴大家 先繼續看錶面 在3點位置 就有這個 液晶體顯示 除了時分針之外 現在看到月同日 其實這裡有兩個按鈕 剛才我試了登制按鈕 下面那個按鈕 就是控制著液晶體 再按一下就可以看到 時同分 再按一下 就看到秒 再按一下就看到星期幾 再按一下 就回到月同日 是一個 雙顯示的 手錶 雙顯示的運動手錶 這是一個樹枝的膠殼 上面有四顆小鍋釘做裝飾 大家可以看看 時分針也有野光功能 錶帶也有些花紋 有些花紋的 是粒粒粒粒的摸下去 有些花紋的 這一頭就是一個針扣 同一個油環 是一個銀色的針扣 光深的針扣 另外它的油環也有不同的 有一點特別的 都是扭胸的 這樣透胸兩條的油環 好了 來到這個錶底 給大家看一下 錶底也看到這些東西 錶底 錶底 是一個不鏽鋼拉絲的錶底 中間是一個How Kitty的圖案 而How Kitty的圖案 兩隻眼就變成兩個數字 有3和9 其實剛才的錶面 有12和6 我待會反過去給大家看 而這裡也寫了25周年限定版 Baby G How Kitty 也寫了它是泰國製造的 Case in Thailand 另外有10個巴的防水 錶尤德水 日本機森 我反過來給大家看 看看 表面是否有12和6 對 表面有寫著12和6 都是金色的 淡淡的 而剛才後面的錶底也有一個How Kitty的圖案 一個紀念版的圖案 這個錶除了剛才的錶座 還送了一個小袋 小袋 原先是蓋著錶 我覺得可以做一些化妝袋 拉鍊的 袋子 也很漂亮 有一個How Kitty的圖案 而且摸上去很有受感 裡面有寫著 Baby G 25周年 這裡好像屍蓉 一個小袋 如果喜歡How Kitty的你 真的不要錯過了 上面也有一個How Kitty的花 有寫著B字 Baby G 那好了 這個盒 也有How Kitty的圖案 也有配上錶面的零格圖案 那好了 後面就寫著了 Made in Thailand 泰國製造了 有How Kitty的 logo 那好了 如果喜歡這隻錶 而又很喜歡How Kitty的你 千萬不要錯過了 如果你身邊有朋友很喜歡How Kitty的 你可以想想 送這隻錶給他 因為很有紀念價值 而且現在市面應該很少了 因為2019年下旬已經停了產了 這隻錶 豬仔就做過 No.7優惠 給大家 就是 999元 99元 1000元也不用 又要找 好 如果喜歡這隻錶的朋友 盡快留言給我們 去我們佐敦或者荔枝角店那裡試驗貨 買給你喜歡How Kitty的你 或者你的朋友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給個讚我們 另外 未追蹤的 盡快訂閱 豬仔會找更多好錶介紹給大家 包括 女性的訂閱者 我要介紹多些女性的錶才行 好 謝謝